今天我们学习第八章 圣礼 神学院有一个课程叫礼拜仪式 包括如何做敬拜 以及如何施洗和领主的晚餐 教会的敬拜也是一种仪式 是最重要的仪式 教会在敬拜神的同时 举行洗礼和圣餐仪式 罗马天主教会在此基础上 再加上五个胜利 一共施行七个胜利 我在美国做牧师的时候 在教堂进行过洗脚仪式 是一种给对方洗脚的仪式 牧师在盆中端来水 给病人、穷人、被边缘的、被欺凌的 弱者、身心痛苦的人洗脚 耶稣亲自给门徒洗脚的时候这么说 我是你们的主 你们的夫子 尚且洗你们的脚 你们也当彼此洗脚 记录在约翰福音十三章十四节 由于耶稣生活的地带属沙漠地区 他们还穿着凉鞋 所以洗脚非常重要 因为脚上有很多灰尘 我负责一个不到三十人的教会 经过三年的步道和努力 聚集了三四百名信徒 当举行洗脚仪式的时候 信徒们很受感动 信徒们亲自经历着牧师 是如何地爱他们 为他们洗脚 非常的有恩典 不过在进行两三次洗脚仪式之后 我没有继续做 为什么呢 牧师给教会信徒洗脚 看起来很圣洁 很属灵 很有恩典 但是同时魔鬼撒旦 就趁机攻击牧师 贬低牧师 很多信徒都很尊重牧师 但还有一些教会同工 轻看牧师 所以洗脚仪式 之后就没有再进行 如果耶稣让门徒们 在教会继续做洗脚仪式 直到主再来 我也会继续这样做 但耶稣做出榜样后 早期教会和使徒 并没有在教会中继续这个仪式 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 洗脚仪式被认为很有恩典 可以做个一两次 但作为教会的公共胜利 是不适宜的 使徒和教会 从来没有把洗脚仪式视为胜利 当牧师在牧会的现场认为 需要互相洗对方的脚 来安慰信徒 给信徒们看牧师是如何的服侍他们 也可以进行一两次 新教教会承认两个胜利 是耶稣亲自设立 示范和执行的 这就是洗礼和圣餐 让我们先讨论洗礼和圣餐之前 先了解一下 罗马天主教的七个胜利 比较和对照罗马天主教的胜利 和新教的胜利 就能够更加的突出洗礼和圣餐的意义 比较和对照有什么区别 比较是在相同的事物之间的比较 对照是在不同的事物中 使用比较 对照等术语时 请记住他们具有不同的含义 时间的关系无法详细地说明 罗马天主教在什么时候开始举行胜利 但是我们要记住 罗马天主教一共有七个胜利 第一个是洗礼 又称为洗礼圣事 他们认为洗礼是神圣的东西 所以加上圣是二字 以前韩国的天主教称洗礼为灵系 但是现在已经不再用这个词了 像新教一样用洗礼这个词 洗礼象征着重生成为神的子女 他们认为水能够洗净罪孽 通过洗礼成为教会正式成员的概念 与新教相同 第二个是坚振圣事 接受婴儿洗礼的人长大后确认信仰的仪式 认为当信徒做坚振圣事的时候 会接受圣灵并成为坚强的基督徒 这就与施行婴儿洗礼的新教的信仰 告白一致 第三个叫做圣体圣事 也就是把弥撒和圣餐视为胜利 与新教是一样的 然而 天主教主张话题说 认为在圣餐中使用的饼和酒 是实实实在在的耶稣的身体和血 领圣餐就有分于耶稣基督的身体和宝血 所以把领圣餐中的饼和酒的行为称之为领圣体 第四个是忏悔圣事 信徒进入忏悔室 隔着一个帘子向神父讲述自己的罪过 听到忏悔的神父 就要求他做一个适合赦免罪行的补赎行为 比如 禁师识天 连续忏悔一个月 或者把财产的一部分 用在善事上或献给教会等等 通过补赎行为罪能的赦免 现在的罗马天主教会 也施行这样的忏悔圣事 甚至教皇也要在忏悔事里 向其他神父忏悔自己的罪过 忏悔圣事的意义在于恢复与神的关系 悔改自己的罪恶 恢复与邻舍的关系 问题在于 因着这个忏悔圣事 教会面临严重的腐败 中世纪的基督教历史 就是很好的例证 第五是婚姻圣事 将婚姻视为一种神圣的教会仪式 婚姻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结合 在菲律宾 因着天主教的影响 常常导致在没有结婚的情况下 行种种不道德行为 第六个是圣之圣事 把接受圣职视为一种胜利 与新教中牧师的案例一事相同 在接受圣职的时候 为表示完全服从教皇的命令 把头着地 脚向后身的方式 接受圣职 第七圣里成为病人富有圣事 是安慰和医治病人的仪式 在病人濒临死亡的时候 通过圣里 祈求灵魂被神拥抱 能够进入到天堂 这样的仪式成为病人富有圣事